有一點遲到 不好意思啊 每次都更不好意思 真的是有點忙 昨天我們有預告說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毛狗大戰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有一個雙十一節 那台灣人 在大陸其實還有一個六一八節 六一八節是什麼 雙十一是 阿里巴巴所創出來的 天貓所創出來的 廣文節嘛 雙十一 那大陸另外一家 最大的電商 有另外一家大電商 跟阿里巴巴對抗的另外一家電商 就是京東 京東在台灣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知名 但是在大陸他們是兩家 在對抗的一個 已經鬧得很大 所以他們在大陸都已經把他講 是已經他們大陸 電商之間的貓國大戰 因為天貓嘛 阿里巴巴天貓 然後京東人叫做豆 京東 京東就是貓國大戰 所以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當阿里巴巴創造了一個雙十一節慶的時候 誰啊 京東他也創了一個雙十一的時候 你創了雙十一 那我就在 雙十一在年底 十一月十一號 然後他就在連中 創了一個京東的連中慶 連中 連中銷售 所以在六月十八號 創造一個連中慶的銷售 那其實這 你可以分享和開來講說 阿里巴巴的天貓 他就去玩 玩他的雙十一 雙十一的大戰嘛 然後京東就好好的玩他的連中慶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在天貓在玩阿里巴巴 在玩雙十一的時候 京東也一樣跟他在玩雙十一 所以雙十一這個慶 已經不是專屬於 專屬於阿里巴巴的天貓 只是這個 大家知道 這是阿里巴巴所穿出來的一個節日 一個觀問解決 可是現在 現在在講雙十一的話 是幾乎全中國的電子商場 包含台灣啊 包含台灣的這些 比起龍啊 摩摩啊 Yahoo啊 也都跟著這股熱場 再辦一個 連中的 雙十一 雙十一節的 大出現 大搶購大優惠 所以 這變成也是一樣說 每當有雙十一節的時候 京東也一樣 用他們雙十一節 然後現在更扯了 他還有雙十二節 雙十二節 然後這樣 你又變成說 阿里巴巴在玩雙十一 京東也來玩了嗎 OK 那現在我們換 換到連中的時候 京東在玩六一八的連中圈的時候 當然阿里巴巴也不會放過 所以阿里巴巴也在連中的時候 也一起來跟他玩了一個六一八 那今年玩的 從以前兩家就是 你死我活的競爭 競爭的狀態就已經很嚴重了 那今年的時候 就前幾集也有稍微報導了一下 之間有什麼 一些 之間有跟阿里巴巴裡面的 有放話出來說 京東做了一個銷售斷 然後京東就出來 會說這些銷售斷 不是他做的 所以變成兩個之間 有弄得很燥 火藥味很重 所以在今年的時候 阿里巴巴 京東在做六一八節的時候 阿里巴巴也跟他一樣 來弄我們一個 周年慶的活動 那整個活動 請我們先講成果 在去年雙十的時候 阿里巴巴一天內 賣了一千兩百零九億的人民幣 很誇張 一天可以賣一千兩百零九億的人民幣 是這樣 會得台幣五千多億 五千多億的銷售量 是很誇張的一天 一天的嚇張 那今年 京東 京東的 這個六一八呢 他出來講 他是說 今年六一八賣一千一百九十九億 差不多嘛 兩個差不多 其實是裡面是有一點問題 京東的六一八其實講也是 他從六一一號到六一十八號的 這個 這個活動整個整個效果 但是 他這一一九九裡面 裡面又有一個數字 玩一個數字遊戲 就是他有一個行業 行業口徑 就一直講說 這行業口徑 大家不曉得 所以裡面這個行業口徑 裡面講的就是 其實他裡面 他不管說 這個貨是不是有人退了 有人已經退單 或是已經 或 有問題 反正就是 反正有叮噹的就是 有叮噹的就是 然後這個阿里巴巴其實 他一二零九億也是 最後會不會回來 有退貨的量 也都有問題 因為其實 大陸也知道 大陸人 已經被 這種結晶 光棍結了 什麼 雙十一雙十二 然後 京東的六一八結 已經被他們養 養成習慣了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不由自主 在那邊等大家要去搶 搶什麼搶 這個便宜貨 所以 變成他們 有時候就 因為過度期待這一天 然後就過度的買 然後買了之後 大陸人買貨 買貨不是很炸 但是也 比較不像台灣 比較寒兇 台灣人是買了貨 一些不滿意 可能還會包容 他們到人買回去 以前感覺他買太多 他連拆貨都不拆 就直接說要退貨 所以其實在天貓的 光棍結的時候 其實退貨量也是蠻大的 那這個 我們講的這兩個 反正這兩家之間的 戰爭到底誰贏了 其實是買家贏了 因為兩家 大家都等著他再買 便宜貨 然後廠商也利用這個時候 變當成是他的 行銷手段已經 廣告費的作用 也是大量的在曝光他們的東西 也大量的出貨 還有時候講什麼 就出清一些貨 反正這幾個結晶 變成就是有人辦活動 有人可以賣東西 有人可以買東西 這種活動是多多益上 其實對大家都少 對著一個經濟環境都少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經濟能不能發展 就是要怎樣 要有人去消費 所以台灣 記得 鼓勵消費 經濟台灣 台灣人現在已經 不像跟日本一樣 都每個人都不敢消費 為什麼 他以後 沒的錢賺 沒的錢賺 未來沒有安全感 所以現在連錢賺的錢 都不敢發 不敢發 因為怕他以後真的沒錢賺 對 拜拜